北京醫生瀑拜登身體抱揚,隱瞞公眾適中帶危險訊號 美國張揭UFO秘密證據,神奇科技令人震驚 梵志毅大膽吐槽中國爛爛,吐槽大會被逼停播 中國人是這一套T恤火爆,網友只吃川普那一套 習近平罕見葵夫人范州拍照,小本本事件引熱意 美國德克薩斯州第13國會區聯邦眾議員 曾服務過三位美國總統的前白宮醫生羅尼·傑克遜 在拜登試圖登上空軍1號跌倒後,對他的健康狀況提出了質疑 傑克遜在日前發布的一條推文中披露 拜登的確存在健康問題,但是他卻欺騙了公眾 傑克遜寫道 我可以告訴你,拜登向公眾隱瞞的方式是一個重大的危險信號 事情有點不對勁 這位大膽、敢言的前白宮醫生 最近還在媒體的頭條新聞中出現過 傑克遜在回應對他職業操守的評論時說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由職責和服務來定義 我在白宮為三位總統服務過 現在為德克薩斯州國會第13區人民服務 我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以破壞我向國會或選民宣誓成意的方式行事 早在2020年2月,傑克遜就表示拜登可能需要進行認知測試 今次這位頂級的醫療專家再次公開指出拜登身體抱揚 表明拜登的健康狀況真是不容樂觀 日前,美國國會眾議員馬特蓋茨也在Fox新聞節目中 對主持人蕭恩和尼提爆了個大料 他說,拜登的身心健康狀況已經承擔不了工作 說每次賀錦麗和他握手時都會檢查他的脈搏 從而公開暗示,拜登已經急急可危 賀錦麗隨時都可能取而代之 據Fox新聞和《每日郵報》22日報導 目前美國握有大量,還未公開的UFO證據 有些科技完全超出人類的想像 川普政府上年12月判定 相關機構必須在180日內公開UFO的情報 因此美國五個大樓同情報機構 今年6月1日前,必須公開UFO情報細節 隨著解密日子的臨近外界每日益關切 美國前情報總監克雷里夫透露 其中很多事件至今難以解釋 他強調,目擊事件遠比公開的多 其中有些已經解密 雷克里夫說,我們所說的目擊事件 就是海軍或空軍飛行員所目睹的物體 或者是衛星拍攝的 他們的行動,人類無法而現有的技術模仿 而他們飛行的速度已經突破陰障 但卻不會產生陰爆 不明空中現象專案小組 2020年初曾發布修訂報告說 UFO能夠任意在空中和水中穿梭 神不知鬼不覺在海中火速進入 並以經人的速度全升天際 近來美國各地UFO目擊事件層出不窮 美國民眾十分期待解密UFO的命令 能夠盡快執行 上年4月,五個大樓曾公布了 三段UFO視像 在這些視像中 美國海軍的飛機攝錄機拍低 以無法解釋的速度移動 並令飛行員感到困惑的物體 英國《每日聲報》上年也曾報道 FBI公布的一份 被稱為備忘錄6751的報告 承認UFO和外星人的存在 3月14日 吐槽大會第五季第七期開播 請來的嘉賓是 CBA遼寧隊主教練楊明 籃球運動員郭艾倫周琦 和前國腳亞洲足球先生范志毅 范志毅在節目中火力全開 一上場就值說足球籃球不同行 節目組請我來 給我鬧一下周琦和郭艾倫 他們差成什麼樣子 給中國足球來拯救他們 煞時令現場氣氛火爆 之後范志毅金句不斷 狂隊周琦郭艾倫等 更直言中國籃球確實比以前打得差 在節目中 楊明和范志毅也進行一番唇槍試戰 兩人互對中國籃球和中國足球 令現場節目高潮不斷 但是 這期被認為最有笑點的吐槽大會 雖然獲得網友好評 卻遭到嚴內的批評 面對原本預期上線的 第八期節目對中國籃球的吐槽 中國足協在3月16日發布了 中國足球協會紀律準則 規定球員或官員利用公共媒體挑起敵意 最多禁賽18個月 並處罰至少30萬元 對此 中國知名體育主播王健祥 在微博評論說 假如連吐槽中國足球都有風險有麻煩 我們還能指望他們敢吐槽 更多比中國足球更可以吐槽 更應該吐槽的事情 這場中國籃球和中國籃籃的對決 亦驚動黨媒 引發新華社的公開批判 范志毅在吐槽大會節目播出後 一直身處輿論風暴中心 很多大陸網友對他表示同情 說范志毅並沒有做錯什麼 只是說出實話 卻觸碰了無數個玻璃心 吐槽大會最新一期節目 無法預期播出 網上對此哀聲一片 大陸網友紛紛引用 吐槽大會的名句話 若批評不自由 則讚美無意義 據大陸媒體報導 中共外事辦主任楊潔篪 在中美外交高層會談的講話 帶來了商機 目前國內市場火速推出 中國人不輕這一套系列商品 鐵述、手機殼、繁布袋、雨傘等在網上出售 有網友饑諷說 這個是義和團統一制服 穿著可以不怕飛機大炮 到槍不入 上天入地 上邊為了維穩 下面的人誰穿誰無腦 也有網友猜測 這件T恤在國內 可能很快就會被禁 因為如果上訪的 對付城管的 最土工資的 被禁地的 被拆遷的都穿著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那就太壯觀了 此外還有推特網友分享出 當年時任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和蓬佩奧 分別接見楊潔篪的照片 該網友表示 估計這些照片是中共官媒 絕對不敢刊登的 如果楊潔篪夠膽當面這樣對待蓬佩 就等著被收拾 網友分享的照片顯示 楊潔篪在2017年3月和2018年2月 兩度前往華府 求見時任國務卿提勒森時 態度顯得低調、謙卑 2018年10月和2020年6月與蓬佩見面時 楊潔篪更顯示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差異 看來中共只吃川普大帝那一套 對於中共官員在中美會談的表現 美國資訊公司榮鼎集團 中國事務和技術分析師司馬喬丹在推特直言 中共官員癲了 與川普政府接觸時 他們大氣不敢出 但是與拜登政府官員首次交往中 他們就好像戰狼一樣 紅潑19日亦發推文說 實力才威懾壞人 軟弱只會招離戰爭 他亦在接受Fox採訪時表示 我們需要美國領導人 向中共表現出我們的決心 就好像川普總統和我們的團隊一樣 如果不這樣做 會帶來很多糟糕的後果和危險 3月22日 習近平都工作過長達17年的福建 考察調言 中共官媒展開最新一輪 習近平親民鬆節目和個人宣傳 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 罕見陪同她屋地從遊福建 據官媒發布的一張照片顯示 習夫婦和陪同人員一起泛舟遊覽 習近平和彭麗媛坐在觸罰前面 福建省委書記穩力和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 則坐在後座左右 由央視新聞客戶端發布的一則視像 還可以看到 習近平與彭麗媛坐船遊 由武宜山九曲溪 彭麗媛戴著太陽鏡 手拿相機拍攝風景 有媒體發現 習近平一行這次考察 每到一個景點 都有一些群眾演員 被集中安排在那裡 等待向走過的集問號 這些民眾動都不動 站在原地揮手 而且前後左右都有疑似保安人員看守 而習近平所到之處 完全看不到其他遊客 在朱希元也出現了類似的場景 由中共新華社發布的照片來看 群眾演員的周圍都安排了保鏢 習近平與群眾演員保持5米以上的距離 有網友指出 習近平的所謂考察其實是旅遊 也是預先安排的一場親民秀 除了習近平的親民秀視像 3月22日 一段玉包視像 也在推登熱傳 視像顯示 在一場中俄經濟會談中 習近平面對俄羅斯女記者的提問 先是沉默良久 之後慢慢揭開手裡的一疊資料說 我看看我準備這個寶寶唱有沒有這個內容 一時間全場空堂大笑 隨後對方翻譯也將這段原畫翻譯出 有評論說 這段視像真是暴露了中國領導人的水平 一個統治14億中國人的元首 為何連基本對擔能力都沒有 還有網友說 習本本視像已經傳給全世界 應該笑得不少大牙 不翻牆真是不知道這種事 果然厲害了我的國 開始我看到笑 笑笑笑我哭了 中華民族落在共產黨手裡 真是太不幸了